农村老家平房漏水 本着未与筹谋的原则 今天必须把它补一下 估计这两天好多地方都下暴雨了吧 看了天气一暴 明天我们这里也是大暴雨 这个就是我前段时间装修老家厨房 买的丁地防水胶带 宽度是十公分 一次也买了好多卷 老家的平房确实是老房子了 都快三十多年了 在我的记忆中 好多年以前就开始漏雨了 期间也熬过沥青 也铺过水泥 但是最近这几年呢 都是用这种丁地防水胶带 实话实说这效果确实可以 但是你要提前把污面打好干净 或者说表面分化比较严重的话 可以用角膜机稍微打磨一下 表面既不能有水也不能有油 如果说是采钢瓦或者是阳光房 伸工起来就要比较方便多了 说白了这东西就像一个胶带一样 只要把裂缝粘得结实 粘得牢固基本上就不会漏水 尽可能的使胶带贴合油污面 防止有间隙 而且表面有点类似于铝箔的锡纸 既抗氧化又防晒 理论上讲这也不算什么高科技的产品了 在我们这里也是很普遍 很流行的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一丝一贴即可 为了让它粘得更结实 我要专门找了一个橡皮锤 随便敲敲打打 只要粘结实就可以了 相比而言 只要比凹粒清或者是搞水泥 太简单太方便了 如果说你家平方也漏雨的话 真的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 确实不错 而且像这种追击胶带 一般价格都不贵 主要看年薪大一点 稍微宽一点都可以 有需要的朋友真的可以试一试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帮我点个赞 那谢谢路过所有所有的朋友们 下期咱们再见